平地之上狂风大作 卷起千层黄沙 这敌人的阵法全乱了 好似一锅浆糊 刷刷起声 几只寒冰剑从天空中划过 只留下一道白色的光亮 透着一股子寒气 瞬间横尸遍野 袁淳像是疯了一般 捡起一把长剑 面目猙獰的向楚桥冲去 无论如何 他今天一定要手刃了楚桥 一道白色的光明闪过 连同楚桥几个人全都不见了 像是时空错位了一样 他们都消失了 袁淳停住了 所有的理智都被打乱 是谁究竟是谁救走了他呢 就这样啊 他足足占了有一炷香的时间 任凭风沙肆意地打在他的脸上 他似乎已经感觉不到痛了 精心策划了这么久 却还是功亏一篑 砰的一声 长剑落下 圆唇跪倒在地 眉眼紧促在一起 一支剑射穿了他的右肩 他疼得快要晕过去了 他想 他是不是快要死了 死了呢 也好 死了 他也可以去见他的母妃了 还有 魏淑叶 他们一定很想他吧 只可惜呢 他没能亲手杀了楚桥 脑袋越来越昏 他虚弱地趴在地上 苟延残喘 阿楚呢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唤起他仅有的一点理智 而这个声音很熟悉 焦急中夹杂着愤怒 如彻骨的寒冰 彻底冷重 彻底冰冻了他的心 烟寻 他来了 这一箭 想必就是他设的吧 错把真心腹东流 只剩恨与羞 他抬头一贯地骄傲 将痛苦全部隐藏 冷冷地笑着说道 他已经被我亲手给杀了 一个时辰以后 楚桥在一片树林中醒来 他被人救走的时候 中了迷魂伞 足足睡了一个时辰 昏迷之中 他隐隐约约感觉到 有个人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 然后又温柔地稳住他的额头 他的手中还紧紧地握着那根铁针 他绝对不会认错 就是宇文月的寒冰剑 宇文月 他回来 回来了 他起身 跑遍了整个树林 都不见宇文月的影子 那一瞬间 一股莫名的失落感和无助感 笼罩在他的心头 久久不能散去 宇文月 我知道你还活着 你给我出来 你别躲着我 你快出来 你躲了我两年 你还想继续躲下去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你也别想从我身边离开 我只要你回来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快出来呀 他哭了 眼泪哗哗地向下流 啪啪地掉在地上 他这一辈子为很多人哭过 他为灵溪哥哥哭过 为叶香姐姐哭过 为烟巡哭过 也为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哭过 可唯独宇文月会让他感受到心痛 感受到绝望 宇文月在他的心中很特别 不同于烟巡的感情 前者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很以前他对她说过 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吧 哭完后继续坚强起来 可是他不想再假装坚强了 他很脆弱像一只枯叶蝶一般 当他失去了保护色便会坠落 永远地埋在土地上 他靠在一棵树上 任凭泪水像一串脱了的线的珠子 一颗颗的滑落 星儿 我来了 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住了一般 安静地连一只蚯蚓钻洞的声音 都听得一清二楚 一秒 两秒 三秒 时间似乎停止住了 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这般的漫长 他简直不敢相信 拼命抬起了僵住的头 对上了那一双温柔的眼睛 恍如隔世 那些在梦中见到过无数次的画面 今日真的兑现了 一切来得太突然 太突然了 原本他以为一切都葬送在了冰冷的湖水之中 没想到还会再有重来的一天 星儿 对不起 我 别说话 楚桥打断了宇文月 颤抖着双手 摸着他冰冷的脸颊 眼泪劈啪地流下 这不是梦 宇文月 你真的还活着 是 我还活着 宇文月的眼角 微微弯了弯 似乎呢 是在笑 然后温柔地擦去了 楚桥脸上的泪水 你呀 别总哭了 若把眼睛哭坏了 以后还怎么嫁人 本来就没人要 谁说的 他们不要你 我要你 宇文月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开玩笑 星儿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说的都是真的 他发誓 他的心 从未像此刻般真诚过 以前是他太过犹豫 太过纠结 才会造成现在的局面 这次他不想再放手 宇文月 你这个混蛋 楚桥胡乱地抹去眼泪 然后紧紧地搂住宇文月的腰身 靠在他的怀中 言语梗塞 既然你还活着 那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知不知道 这两年我过得有多痛苦 午夜梦回之时 我总是能看到你 鲜血淋漓地躺在我的面前 然后坠落到那让我绝望的冰湖里 每天我都不停地告诉自己 你还活着 所以我就派人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 可是都一无所获 这次若不是我身处绝境 你还准备夺我多久 一年 两年 还是一辈子 一辈子 他真的耗不起 他想着 若他真的死了 他该怎么办 让他痛苦地苟活于世上 他做不到 宇文月很特别 他不同于任何一个人 他是他心中唯一放不下的牵绊 原本 原本楚桥以为一切都葬送在了无情的冰湖之中 可当梦想照进了现实 他又是那么的手足无措 他不能接受 宇文月再一次离开 他要他平平安安地活在这世上 兴儿 对不起 我也很想来见你的 可是我 宇文月轻拍着楚桥的背后 一股莫大的愧疚感上升心头 言语耿在咽喉 怎么也发不出声来 他不知道 他竟然为了他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 其实 他早就该带他走 让他早就离开燕巡 因为 让他等在燕巡身边 只会让他更痛苦 燕北那个地方 已经不再适合楚桥了 兴儿 你误会公子了 楚桥顿住了 这个声音 难道是 月七 楚桥的脸上 写满了不可置信 情急之下 将宇文月猛地推开 然后朝月七走去 好在宇文月有心理准备 不然 真的就要被他给推倒了 知道他跟月七的感情好 但也不至于 就这样弃他于不顾吧 这女人也忒狠了点 月七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可是亲眼看到你 被成渊杀死的 怎么你居然 居然还活生生地 站在了他面前 冰湖那一站中 他可是看着他 被成渊杀死的 当时 他就一怒之下 杀了成渊 替月七报了仇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月七的嘴角微微扬起 见楚桥过来了 然后 憨厚地摸了摸头 说道 冰湖那次 我被成渊打成重伤 命悬一线 幸得一位高人 及时赶了过来 救下了我和公子 我的伤 早在一年前 就好得差不多了 而公子 本身就有寒疾 在冰湖那种 极寒之地 受了几处见伤 又落入了冰湖之中 能被人救活 已是实属不易了 所以公子足足昏迷了一年 才醒了过来 又花了一年的时间 才可下地 本来大夫说 公子还需要再休养个 一年半载的 才能将功力 全部恢复 恰巧这时 我们便收到了 有人要对你不利的消息 于是公子就不管不顾地 前来寻你 星儿 公子对你的那份心 真的是天地可见呀 得知真相的楚桥沉默了 他从来都不欠他什么 反而是他楚桥 他实在是欠宇文月 太多太多了 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不是命中注定 宇文月就这么闯入了 他的生活 注定与他有诸多的羁绊 只是感觉心里堵得慌 酸酸的 你为什么要为我做那么多 他问着欠宇文月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我不想让你受伤害 更不想你在我看不见 摸不着的地方 就这么离我而去 这番话 好像他两年前 在咸阳也说过 楚桥尽力地掩藏自己的悲伤 将泪水全部化成泡沫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们 别这么说 宇文月走进楚桥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俊秀的面旁 渐渐地向他靠近 这一切 都是我甘愿为你做的 眼瞅着宇文月的脸 越来越近 目标呢 直朝他的嘴唇 楚桥赶紧背过头 纤细的手指 胡乱地扯着他宽大的衣袖 两甲染上了一股的飞红 别这样 还有人在呢 再望一眼月妻 他早就识相地背过神曲 还不停地偷笑出声 公子 星儿 你们久别重逢 想做什么呀 就做什么吧 就当我月妻不存在 月妻啊 此刻的心里乐呵呵的 公子和星儿这一对呢 他可是看到的 要他说呀 公子就该趁机 把该做的事给做了 这样呢 就无后顾之忧了 楚桥呢 忧愿地瞪了一眼 宇文月和月妻 果然呀 这主仆二人 都是一个鼻孔出气 走了 宇文月想着以后 有的是机会 来日方长嘛 走 去哪儿 去找你的人 前往咸阳主城的马车上 你 你都知道我的身份了 不然呢 你以为你还瞒得过我吗 洛河之女 新任风云令主 楚桥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 还要几次三番地来救我 我手上的风云令 和你手上的蝶氏天眼 可是死对头 你这样 不怕朝廷怪罪吗 我既然敢做 就已经做好了 承担一切的心理准备 无论你是星儿 还是楚桥 或者是京小六 你都是你 独一无二的你 与文乐的眼波微微荡漾 被那风俯过的江面 泛起了点点的涟漪 温柔而细腻 在这些水平变上来